聰明見別 增甲新聞 這是要讓小朋友們戳破同溫層的泡泡 了解大數據分析 從現在最新的AI科技著手 帶孩子了解演算法的優劣 進而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 如何試破增甲新聞 廢物 看他的那個 眼睛有沒有紮 紮得不自然 他的眼睛不會瘦 太厲害了 給他掌聲鼓勵 這一次最大的收穫就是說 能去更加的善用 就是AI啊 可以去如何的使用 還有如何去辨識這些假消息 跟真消息 以後也能去找出這些 避免掉到他的坑裡面 我覺得我這次最大的收穫 是可以認識很多 有關新聞的訊息 還可以辨識 AI還有新聞的生假 然後也可以更加小心 避免在網路上被騙 然後也要小心 現代人都知道假訊息 防詐騙 但為何還是有那麼多人 會受騙上當呢 中家吉隆前進其賭國校 除了教孩子突破同溫層的限制外 還以中家制製的宣導影片設計QA 加深孩子的印象 現在哪個是查證假消息的方法 其二了解消息 媒體試讀活動呢 帶給小朋友很大的收穫 因為可能很多事情 他們事先是不知道的 就是在接收任何訊息的時候 有時候孩子他可能是 一昧的全盤接收 但是透過這個活動 我相信他們已經知道 如何去篩選他們 認為是事實的真相 然後呢如果不是正確的 他們也會停下來 然後多加的思考 我們大家更能夠理解 我們要離開同溫層 要戳破同溫層的泡泡 我們才能夠知道更多 來自不同意見 不同角度的一些說法 那我們才能了解 真正事情的真相 避免受到同溫層效應的影響 要多吸收不同的資訊 搜尋正方與反方的言論 修正演算法的結果 才不會永遠只看到單一的潤點 也就能夠戳破同溫層內的迷思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聰明視獨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感謝大家 感謝 You 感谢观看